哎呀我这毛可咋办呢 也不停花呀 让它自由发展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老林 今天做一个Empty's video 这个Empty呢 并不是说我最近这一个月Empty 我觉得是 我攒了一段时间吧 差不多好 我觉得差不多从去年年底就开始攒 到现在为止的Empty 其实我觉得这种视频呢最好是 看一年做一次或者 一个季度做一次的话比较真实一些 其实我个人使用产品的速度 都比较慢因为我下手 没有那么狠吧不管说 是从化妆品呢还是说 从护肤品来说的话 都没有办法就是每个月 能攒出一些东西我这个 都是差不多三五个月吧 攒出来的这些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其实也不是 很多了作为一个产品 事后的一个review吧 因为有的时候刚用一个商品出印象 觉得很好或者是觉得很不好 但是因为你已经花钱了嘛 你也不可能就因为它不好去 直接把它扔掉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用完 那么在这个用完的这个过程中呢 也许你的想法会变 然后也许呢本来觉得不好的东西 后来觉得好了 也许本来觉得很好的东西 后来又觉得不好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类似于 总结性质的视频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开始说吧 第一个呢是一个彩妆品 这个是Mac的Studio 叫做Waterway 其实这个早在我之前做 那个Declutter Video的里面 我就曾经提过 其实早就应该扔了 我就是等着做完这个视频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它彻底扔掉了 它是一款呢就是我觉得 类似于精华液或者水状的那种低管式的粉底 应该说这个包装我还是挺开心的 就是它这个橡皮胶这个地方哈 从来就没有掉过黑色 这个跟Suku那个比的话 我觉得它比Suku好很多 至少说明它用的材料 是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粉底本身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稍微一点泛红 但是也是经过当时的那个Mac的那个 卖东西的那个小哥 我反反复复试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它挑的这个颜色 就在它那个现有的这些色号里 这就算是说最适合我肤色的颜色 但在我看来仍然是泛红 它的妆效是属于比较轻薄的 就是即使你上两层 虽然是可以叠加 但是也是只能最多最多达到 稍微medium coverage一些吧 但是它特别特别有光泽度 持妆度是一般的 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干性皮肤 或者很干很干那种皮肤的人使用 但是我当时在使用的时候 我的皮肤属于是变干吧 我现在的皮肤变成了混油 我当时在买它使用的时候 就觉得它还可以 我没有觉得说它特别好 但我也没有觉得它特别差 但是因为它的价钱 在所有的粉底里 属于中低档的一个价位 就是在那个department store 我不是说就是跟开价比 百货商店里贩售的这些品牌里来说 它是属于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觉得它性价比还OK 但是我用完了之后呢 我就没有想过要回购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它没有一个很吸引我的那个点 让我去就是想着再去买第二瓶 第二个呢是我的护肤产品 这个是Shiseido的那个叫做什么 Ultimune Eye 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就分享它们这个系列的一个精华 加这个眼部精华 那个脸部的精华很早就用光了 扔掉了 然后这个眼部的就是拖呀拖呀拖呀拖 就总有用完 并不是因为它使用的时间可以更长 而是因为我总是想不起来用它 我就是已经不怎么有 经常涂眼霜的习惯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看了 反正我也看了他一段时间 是美国的一个youtuber 他叫Dr Dre 他是一个dermatologist 是一个皮肤科医生吧 这么说 然后呢他在他自己的blog上面 就是介绍他自己平时啊 像有些大家对于护肤 这个方面的一些迷思啊 会他解释一些东西啊 然后他也会用一些所谓的 scientific的这个report 或怎么样去backup他的claim 所以他就讲说 其实呢就是对于我们平时护肤来说呢 比较重要的呢 不是说投资每个牌子的产品 而是去投资比如说 比较质量好的防晒 就保护自己的皮肤 然后呢投资一些 比较好的保湿型的产品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的类似于 就是滋润型的产品 对于眼部的就各种产品 比如说市面上什么眼霜啊 眼胶啊眼怎么样 他就说其实不是特别有必要去购买 他自己平时也就是大量的擦一些保湿的产品 然后大量擦一些就是滋润的产品 然后大量的擦防晒 他从来不擦眼部产品 然后他就说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的这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我一直以来的就是这个想法 被得到了证实 就那种感觉 因为我一直就觉得好像眼部东西擦了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然后只是好像是护肤的环节 多了一个步骤 然后呢又多了掏这么一份钱 就很多人肯定是不同意我这种观点的 所以我一直也是就是说在我的视频上 没有太详细的说过这个问题 而且我也确实我本身个人的兴趣 并不是在护肤 我的兴趣是在彩妆 我的护肤品其实非常的basic很简单 没有说太多的东西吧 我在20多岁的时候 曾经非常非常的就是迷恋护肤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居然就不怎么在意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发现好像皮肤的状态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 是跟你的身体状态身体健康程度 还有你自己的眼视结构有很大关系的 这个眼部的精华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保湿款的精华 就它几乎好像油分很少的那种感觉 它擦到眼皮上是一种很轻薄 没有负担的那种状态 在我用过的眼部产品里面 它也算是一个比较淡的 就是一个淡口的东西吧 所以我想如果说你是一个就是眼部皱纹比较多 然后呢很干很脆弱的那种人 你可能觉得它不是很够 但如果你二十多岁年轻轻的 其实就已经很很够滋润了 因为它的那个滋润擦了之后 你也不会去彻底消失 它会就是停留相当一段时间 让你就是摸的时候 或者你自己就是平时有些表情纹 那什么都感觉好像这个位置的这个皮肉 有一点就是膨松的 不是膨松膨胀的那种效果 但是我当时用的时候觉得还OK 就还挺喜欢的 因为它比较喜欢 符合我喜欢的那种状态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特厚重的眼部产品 我选轻薄状态的眼部产品 但是我用完了之后 我也没有想过再去回购了 因为我觉得以它的这个价位来说 它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其实是属于比较低的 因为它并不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虽然我用了很久 那是因为我不是天天使用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天天使用 它可能也就是个两三个月的这个状态吧 差不多 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你是20岁 20到30岁左右的女生 我觉得你是可以买的 但如果你30以上 然后皮肤有很干很干的一些问题的话 需要更加重一点的保湿的话 我觉得这可能就没有什么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因为它的状态可能太薄透 接下来的是一个护肤产品 护肤产品是这个 这个蓝芝的 叫做Perfect Renew Regenerator 这也是一个低管式的这种精华 我当时买了这一个系列 就是个蓝色的这个系列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 因为它是主注打 我认为它主打是保湿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额外的功能 什么美白呀 淡斑的这些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保湿 我觉得其实现在所有的护肤品里 保湿品是最值得的 因为其实它们很多就是护肤品的claim 它们都做不到 但是保湿我是相信它们绝对能做到的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一款 这个系列的这个保湿精华 这算是 我用完了之后呢 就觉得它里面有一定的油脂 插在脸上呢 就是很很薄 然后很舒服 但是呢 它又有一定的就是那种锁水的那种 那种感觉哈 之后呢 再插一些油脂的那种cream 之类的 就可以把这个水完全完全全锁住 然后用过之后呢 皮肤的状态比较稳定 保湿的感觉 就是摸起来 就觉得那种 就弹弹QQ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这支精华的 这支精华的问题就是 购买有点不方便 但我记得我上次在 里斯本的Sephora好像看见过 现在Sephora有卖这个牌子了 但是不是不一定 不是所有的整个的 它那个整个系列 它都有 好像有一些特别的 就是国外卖比较好的那个 所以下次我去里斯本 我看看如果还有这个的话 我就决定去回购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挺值得买的东西 如果说你是有皮肤敏感 然后爆皮干燥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你可以有机会去试这个 但单独用它没什么太大效果 它必须要试 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 就是给你皮肤一些就水的那种东西 然后呢你要用 接下来你要擦一层锁水的东西 如果你不擦这层锁水的东西的话 它就会蒸发掉 就反倒还没有用 所以它必须跟接下来的护肤霜 有油质的护肤霜去配套使用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就比单独擦护肤霜是更滋润皮肤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温和的保湿功能的精华液 接下来是 哎呀这个是个彩妆产品 这个是Douglas的这个 Spray Clean for Makeup Brush 这是一个彩妆的清洁喷雾 这是我上次有一次 呃我记得哪个什么 我反正我说过这个是属于雷品 因为它特别的清洁力很弱很弱 就几乎是没有办法去清洁 比如说你用脏的这种化妆刷啊 没有太大的清洁能力 但是我既然买了我也不能把它扔掉对吧 这不扔它不等扔钱吗 我想说那我就继续用 我就真的是就使劲使劲的就逼自己用 结果用着用着我就发现了 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的东西 就是它特别适合用来清洁羊毛粉底刷 我手上有这支羊毛的粉底刷 这是荒油糖他们家的 这个刷具其实上妆很舒服 也有效率也没粉痕也挺快的 但是这个刷具就是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 就是洗的不方便 因为它毛特别厚 一般来说你使用粉状 液状产品啊 液状底妆 你刷一次整脸上完了 你其实严格来说就应该清洗了 但是呢它的毛多 然后它干的又慢 如果你是个每天都化底妆的人 你今天刷完了之后 你去用那个清洁液去把它洗干净 彻底洗 洗完了之后你放在那干干干 第二天早上又想用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使用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彻底干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 操作虽然很顺手 但是清洗不方便 让我就是万而却步的一个刷具 我不是会经常使用它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清洗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哦原来是可以这样的 就是拿这个清洁力比较弱的 这个洗刷的这个产品 然后呢在使用过的刷具上 就这样喷一层 喷完了之后呢拿一个这个 microfiber cloth 也知道我的人都知道 这是我的最爱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来回的这样刷它 然后呢就可以把大部分 这上面的粉底 全部都刷到这个这个麻布上 然后你可以继续再喷第二层 然后呢再去这样刷 就这么来来回回 差不多两三次 这个刷具就会被干净 超级干净了 就基本上你觉得到这种状态 就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清洗了 而这种刷具一般里面都会有一些 很快挥发的酒精成分呢 所以它干的也快 差不多三十分钟不到 就已经彻底干掉了 所以它就是非常适合 比如说你今天刷完了底妆 然后晚上回家了之后 就喷喷喷喷喷 一刷刷刷就放到那第二天早上 它就已经可以使用了 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 可以清洁粉底刷具的一个产品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它的清洁力弱嘛 它滋润程度可能会多一些 它反倒不怎么伤这个羊毛的毛 然后我就觉得它们俩真的是绝配 结果我就很快的把它用光了 自从它用光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些刷具了 因为我后来买的那只洗刷的产品 我就觉得酒精成分特别大 我都能闻出来呛鼻子 所以我就不太敢用它 我在想如果说下次我再去Doglas 我再买一瓶这个我曾经吐槽过的 这个不好用的这个洗刷的产品 然后我就拿它专门来清洗 这支粉底刷具 我觉得它们俩在一起是很适合的 所以就事实证明了 即使一个你觉得不太好用的产品 你也可以想办法给它找到别的用途 OK 然后接下来这个MP 这个是DHC的护唇膏 是我以前 我生病就是化疗期间嘛 我化疗期间有两个观众给我寄过东西 嗯 其实一般 其实我平时就是 偶尔会有观众想要给我寄东西 就有一些比较老的那种老粉嘛 就想寄那种看 我觉得就看着我难受 就想寄点东西 就是就给我摸摸毛 就是鼓励一下我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我都不太好意思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嗯 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赚钱 然后呢 平平安不顾的给别人寄东西 又花金钱又花时间 我确实不太好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有些东西我可能用不上 就是白白浪费别人的一片心意嘛 然后所以说当时呢 就是我只有两个粉丝说要给我寄东西 然后我就说OK了 我当时等于是收了两个粉丝的帽子 然后这几顶帽子就带着我 就帮助我一起度过了 我这个化疗的那个秃头戏 我一直都戴着几个帽子 所以非常感谢这两位粉丝的奉献 他的那个日本同学 然后帮我寄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说 他就夹在他给我寄的帽子里面 他给我寄了一个这个DHC的护唇膏 它是一个那种黄色的膏体 我真的就是完全用光了 就连里面的东西都让我抠出来了 它是一款质地特别软的护唇膏 就是说如果天气热一点的话 我都觉得这个护唇膏 有可能就会变成夜状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软 在冬天使用的时候都是软的 但是它滋润的 就是说滋润的功能很强大 擦在嘴上的就很快的就融开了 就是不光是我用它 不光是用来擦嘴 我也有一些脸上有些爆皮的地方 我也用它擦 所以就用的特别的快 它就是一个用橄榄油做的一个护唇膏 一点就是香精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加 但是这个护唇膏 有一股比较重的那种油味 就是你能闻出来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快的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我就觉得惊讶就把它用光了 可能是因为它膏体太软的原因 但是挺好用的 接下来是这支 这支是SK2的Facial Treatment Cleanser 大家看它这个样子 因为我用到最后吧 因为它是一个这种口 它是这种挤的 然后用到最后就挤不出来了 但是实际上我都能我感觉到 它里面还有很多残留 我这个人是不会放弃一分一毫产品的人 我就把它哗哗哗都给剪开了 结果剪开了果然里面 就是在它这个管的壁上还有很多 然后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吧 所以我觉得剪开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在这种价位的产品里 多一个星期呢 能帮我们省好多钱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就是这种节约 我所有的这种这种产品 就是那种高状的这种挤的产品 最后的结局都是被我剪开 我一定要把里面的最后一滴东西全用光 它是一个氨基酸的高状洁面 然后呢你在打泡的时候呢 打不出太多的泡 是那种泡沫比较淡的那种感觉 清洁能力我可以说是一般吧 因为我平时 哎呀这毛 我平时洗脸习惯是 先用那个眼唇卸妆液卸睫毛 然后呢用卸妆油卸全脸的妆 之后呢再用一个就是这种清洁产品 洗两次脸 就是先洗第一次就把就是说 表面一些油脂啊 材流的一些东西洗掉 再洗第二次就是just in case那种感觉 所以会洗两次脸 这一支呢 在我正常的用量的情况之下 是根本不够的 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清洁能力 非常弱的一个清洁产品 所以在使用它的时候 即使是我在完完全全脸上 没有妆的情况之下 我也要挤差不多这么长的那个膏体 才能把全脸洗干净 如果挤我正常的量 就平时我就挤那么一点点的 就是一个小手指头 这种这种量的话 是根本就不够清洗我的脸 就清洗一张没有经过化妆的脸 脸上就只有油脂的那种感觉 如果经过化妆 会有一些卸妆油的残留啊什么 那就要洗的更多 所以说它是一个特别使用量非常大 然后呢使用特别快的一个洗脸产品 虽然它有很多优点 第一个就是它洗的时候非常的温和 不刺激 第二个就是洗完了之后 脸非常的滑顺 但不是那种假滑 就是有一些残留的那种滑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使用它的时候呢 就是它有一点点淡淡的 代谢死皮的功能 所以皮肤的状态很稳定很好 但是它使用的实在是太宽了 一般来说这个价位的洗脸产品 我能使用将近八九个月 有的时候能接近一年 但是这支呢 就用了三个月就用光网 我觉得性价比很低很低 我以前用过这一款就是截面 那个时候就用使用的时间很长 我不知道呢 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还是这个品牌呢 它把这个东西做的稀释了 就是就是因为现在的inflation嘛 但是我就感觉好像 它跟我记忆中的那个 性价比完完全全不是一样的 我记忆中它是一款 虽然单价高 但是可以使用很久的截面产品 现在我就认为呢 以它的这个价钱 我觉得完完全全不值得购买了 所以我用完了这一支呢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回购了 伸展 细寸 接下来就是这两支 Catrice的 叫什么 Slimmatic Ultra Precise Brown Pencil 我这个抱怨过好几回来 大家应该常看我视频的人知道 这是一款我很喜欢的眉笔 它是一种就是这种旋转形式的 但是是我所见过的旋转形式最细的眉笔 后面还带一个小刷子 是一个使用很方便 然后可以画出很细很细线条的一款眉笔 颜色我也喜欢 就是它就是everything都喜欢 这有一点不喜欢 就是它的膏体特别特别的软 所以说它真的不经用 实在是太不经用了 如果你是一个天天换眉毛的人 它连一个礼拜都停不了 一个礼拜呀 你想想 那这么说的话 即使它好像有三个欧元吧 三点多欧元 即使这样的话也太贵了 你知道如果你要是真的说天天使用它 你说你上班你上学 一个礼拜使用差不多五天 这一个礼拜就得再买一个 一个月得买四只 你这样算下来 你的费用数是很高很高 其实我以前已经买过一回的 然后呢 因为使用太快 我就想那我以后再不买了 结果过一段时间 饭件又去买了两三只 然后又用完了 现在我的心情就很复杂 我也不知道哪天 我在怀疑 我可能哪天又会再去回购 然后回购了之后 可能还会抱怨 就是这种感觉 它就是一个挺好用的东西 但是它怎么真一样 都理解不了 但是这个我就不会跟大家推荐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感情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是这支亚式蓝带的lip pencil 这个我会跟大家推荐的 我推荐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 它叫08号spice 我现在用到这的已经可以declutter的原因 是因为它已经就是 里面的这个已经都这样分开了 掉出来了 它就是没有什么颜色了 而且干的都不行 这个颜色为什么会跟大家推荐呢 它是一个这种颜色 我在手上画 这种画 有一点就是 带土 就是说它带了棕色色调的粉红 就是那种所谓的裸粉 但是比那个要深 就是它更像一个就是 你嘴唇的颜色 但是深了差不多两三个色调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颜色我觉得比较适合 嘴唇薄的女生 我用它画就是嘴唇的时候 每一次画都会被人问 就是说你这个嘴唇是怎么画的 因为它是会制造一个 就是自然的阴影 就是在唇的外缘 这个时候呢 你不管在里面擦什么样的唇膏 它都会有一点 有点这种就是都唇 就是扩大嘴唇的那个效果 它跟正常的就是用你的唇色 去扩大还不一样 因为你用你正常唇色扩大 这个颜色会跟你的嘴唇混为一体 就感觉好像你嘴唇本来就长这么大 这个实际上是更刻意一点的扩大 就是说它的颜色跟你正常唇色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所以你还是能看出来比较明显的那个界限 虽然这样的话呢 妆感会更重一些 但是这样的话呢 效果会更明显 就是嘴唇扩大的效果会更明显 它有点像是在你的唇外缘打了一圈的那种影子 就会让你的嘴唇看上去更扩大一些 然后线条呢也会更明显一些 不会适合所有的人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追求自然妆的人 可能不太喜欢这个颜色 但是如果说你是喜欢追求欧美妆的人呢 这就是很适合画那种欧美唇的那种一个唇线笔 但是也取决于你本身的唇色 因为大家唇色都不一样 有的人唇色淡 有的人唇色重 如果你唇色很重的话 也许这个还显不出来 有可能对于有一些人的唇色 这就是一个正常嘴唇的natural的color 但是对于有些人唇色比较淡的人呢 这个就是那种阴影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适合那样的人 它的高体本身呢 我觉得还OK啦 就是正常唇线笔的质地 稍微偏干一点 但是就是画了 华盛厂座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但是用到像我这么大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就干的不行 可能也是年头多了的原因吧 哎呀剩下的没有empty的 你知道我居然把什么东西拿出来 就冲树冲这个empty就是我的 这段时间差不多从月份到现在 我吃过的药 这是我的empty包装 我都没有人 这个药是我每天要吃一颗 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不是乳腺癌的病人 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如果是乳腺癌的病人 可能大家吃的药都差不多 我估计 它可能就是一种荷尔蒙的suppressant 就吃完了之后不来离家之类的那种 具体我还真不知道 我有很多病友 就是都有得一个样的病 他们对他们的治疗 对他们的这个病哈 对他们每一个吃的药都了解的不行 不行的 包括他们化疗期间就是都打了什么药哈 他们都是一清二楚的 我就是啥也不知道 我就是医生让吃啥就吃啥 让干嘛给干嘛 我完全就是就是跟着他们走的那种感觉 从来没调查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调查了之后吧 是因为你有选择你才可以调查 你没有选择调查了之后 只是给自己增加就烦恼 所以我就是每天这个药就是每天吃一颗嘛 现在也是吃了能有 我从我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药了 也是可以说是在自己身体里累积了无数的这些毒素 但是我觉得好奇怪呢 就是我在没有做这个治疗 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呢 我的皮肤泛红的现象非常的严重 但是我自从开始吃这个药 然后打这个每个月所谓一次的这个针 我的皮肤的状态就比以前好了很多 就不再泛红了 就变成正常颜色的皮肤 如果红也是因为就是整面的红 不像以前红的是点点红 它这个就气节还不一样 就说不好 可能我以前皮肤状态那么不好 真的是因为荷尔蒙有很大的问题 被憋成那个样子的 现在呢把这荷尔蒙都压抑下去了 啥也没有了 寸草不生了 所以说反倒就没有什么它的问题 皮肤就是正常皮肤的状态了 好吧 其实我今天说的这个药 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放在这个MT里面 跟大家说 不管怎么样吧 也感谢大家呢 听过白货的这么长时间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